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流水巷走去寒豆水塘 今次这条路线主要是在流水巷看风景 我们会在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角度 去感受一下流水巷的灵静和美丽 好可惜的是今天拍不到最出名的天空之镜 想知道有多漂亮的朋友 其实上网都很容易找到一些照片来看 在流水巷探究就可以沿流水巷交游径 接上慰逆顺境九段来渴斗水塘 如果大家叶不够厚的 其实可以在中间转上九龙坑山都可以 视乎大家想看水塘静景还是山景多一点 由流水巷回船处走到最后的景点 渴斗水塘用了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整条路线其实都挺轻松的 因为我们在流水巷可以很轻松 很舒服地游览浏览整个流水巷 而在流水巷走过来的渴斗 其实用了大概半小时的沙路就到了 而最后的景点渴斗水塘也非常漂亮 因为它的湖水非常平静 绝对是一个放松心情的好地方 休息足够大家就可以沿河兜道 走出去搭小巴回火车站了 这条片是这么多 再一次多谢大家支持Joyeworker 多谢收看 拜拜